在園區出不來了 被害人被鎖在床邊 幾乎喪失逃生意志 這裡是緬甸苗瓦迪 號稱猪仔煉獄的KK園區 園區四面環河 新大陸積極趕攻新建 成功脫逃的猪仔透露 園區生活就像從軍 裡頭宿舍超廠全都有 所有作息離不開這裡 進來以後不只不能說謊言 還嚴禁和外界聯絡 每天點工作十六小時以上 為了避免相關單位找麻煩 現在進去當豬仔 還得簽下賣生器 表面上自願加入要是業績不好 還會被以各種名義 喬莉名目扣薪資 科扣薪水以外 封閉市園區生活起居 都得在園區消費 但看看這份餐廳價目表 光是一份押長 就要四百八十泰銖 相當於四百二十塊台幣 如此高物價 為的就是把豬仔再剝第二層皮 在園區裡面的冰拿十幾二十美金 都是很正常的 進去後不但沒賺錢 最後離開還欠下大筆債務 當初懷抱的韜金夢 對困在園區的被害人來說 成了一場噩夢 相信我剛好人有的 我是泰布報道